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 最後的大亨星雄鐵道貼紙全收集 2.2新增夢境護照最後的大亨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成星與昏星星雄鐵道2.2 首先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劉夢嬌這個左下角 舊夢急鎮的傳聖點 傳聖點出來之後 左前方有一個小橋 我們過橋之後一直往前走 然後走到前方的鏡頭之後我們往右拐 然後來到這裡你會進入一段劇情 劇情出來之後我們跟這個城市讓客對話 出來之後我們再一次對話 然後我們先抱胸 然後我們攤手 最後我們插腰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一個其他的地圖 接著我們再傳送回劉夢嬌 左下角的舊夢急鎮傳送點 所以就要左前方的橋 我們走上橋 我們走上橋 然後再次找到這個流浪的流浪客 然後我們再次對話 然後我們選擇 就是第一個 選擇第一個 整合人手 然後選擇做夢炮的賺錢 然後我們再次傳送到一個其他的地圖 然後我們再次傳送到一個其他的地圖 然後我們再傳回來 傳送到劉夢嬌 這個左下角的舊夢急鎮 然後我們再次傳送到一個其他的地圖 然後過左前方的這個小橋 然後過左前方的這個小橋 準備好浪費人生了嗎 再次跟他們對話 然後獲得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地圖最上方 這個最上方的傳送點 揣著我們跟這個熟悟人米凱對話 然後 任意選項 讓我們直接退出來 獲得貼紙 接著我們走上樓梯 來到這個 輪椅的地方 來到輪椅的地方 我們往右看 這裡有一個雕像 獵狗雕像 我們點擊調查 獲得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 地圖最右側的 就是 碎層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往左看 這裡有一個 筒的令死 我們跟他對話 對完畫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向小地圖 右方 我們往前 能夠看到一個 一炮 我們拾取 獲得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再傳送 用到一個 其他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傳送回來 劉夢嬌 H格右方的 碎層傳送點 摔著我們往左看 然後再跟那個令死對話 浪費人生 接著我們再 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一個 其他的地方 傳送到其他地圖 然後我們再傳送回來 然後我們接著向左看 然後準備好浪費人生 點擊調查 獲得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 再傳送回左下角的 舊夢急鎮傳送點 揣著我們回頭 回頭上樓梯 上樓梯之後 前方一堆椅子的地方 然後右前方有一個 小餐車 在餐車的前方 有一個 夢泡 R1泡 這個貼紙 拾取完貼紙之後 在我們的南方下 小地圖下方 我們下前方的樓梯 然後前方有一個 小亮點 我們點擊調查 獲得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 中間的 10系廣場傳送點 出來之後 西方向小地圖到左方 我們往前走 來到 前方之後 我們往右拐 右拐之後 在左前方有一個 向下的樓梯 我們下樓梯之後 下樓梯之後 右前方 能夠看到一個 垃圾桶 然後在垃圾桶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 就叫貼紙 拾取完之後 我們再傳送回中間的 10系廣場傳送點 出來之後我們回頭 回頭 進電梯 胡說 走 離開 進行 雷 空 走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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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调查点调查是一个成就 出来之后在我们的正前方底格小亮点我们点击调查 获得贴纸 接着打开小地图传送到最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然后就能看到这一个贴纸 记得关注再走